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志轩是上半场全队并列最高得分 而另一位也得到7分的球员 是他的后场搭档孙宁辉 刘志轩真正的爆发时刻来自下半场 他在第三节末段连续两次接到队友尿传 而刘志轩也是两次军把握住机会完成连续干把远睡三分命中 尤其是第二季三分几乎是准压少命中 刘志轩用他的连环三分打击哈萨克斯台队的外线防守 也帮助中国能篮红队前三节拉开20分领先优势奠定升局 即便是进入到末节开局阶段 刘志轩也是继续给力表现 里外开花连卡五分 从而帮助他最终哄下全场最高的18分 除此之外 刘志轩全场命中多达四季三分 而哈萨克斯坦全队仅有需求二季三分命中 全队外线更是22周二疯狂打铁 无疑刘志轩一人就吊打对手全队的外线射手群 刘志轩不仅进攻端成为球队头号大腿 同时他还是外线的防守兼兵 外加送出全队最高的六次助攻 如此骑兵角色自然更加显得民族珍贵 也是中国南蓝红队珍贯不可或缺的一块中央天图